向柳和军队赶到时 法镇外以为了几人 都是要去盘桃会赋宴的宾客 途径此处发现异常 才下来查看 几人都是紧锁着眉头 其中一人是赤水族的赤水县 他朝军帝拜了拜 道 军帝 西陵九摇在法镇中 这法镇阴邪 没人知如何破解 我们想硬闯 但发现根本无法靠近 我们几人刚刚输入了不少灵力 想破一个裂缝救人 但这个法镇像无底洞一般 将灵力全吸食了干净 军帝以灵力探查了一番 发现却如赤水县所言 顿时面沉如水 香柳子到达此处 便使尽浑身解数 试图以灵力 妖力破阵 亦是无果 法镇边 涂山井满目血红的跪坐在地上 时而紧抱着头 时而以头枪地 嘴里喃喃说着 怎么会这样 我不想这样的 我不想这样的 小妖 小妖 向柳面如千年冰霜 一身杀气地冲到涂山井面前 就起面如死灰的涂山井 眼里透着妖艺的红光 很利道 你干的 为什么 听到香柳的声音 双目无神的涂山井顿时活了过来 他声音激动地说 香柳 你救救他 你救救他 这是射魂阵 你与他魂魄与共 除了你 没人进得去 除了你 没人能就得了他了 另一边 赤水县听到香柳二字 顿时胸中气血翻涌 他质问道 防风被 你竟是香柳 香柳不理会他 将涂山井扔在了一边 急步朝法阵走去 赤水县想要上去拦住问个清楚 被俊的挡在了一边 此时 盘桃会已有不少宾客陆续赶了来 走到镇边时 香柳的周身冰雪纷飞 请客间 已是白衣如雪 白发如云 似是告诉所有人 那个杀人饮血 却又不沾半点烟尘的九命香柳 回来了 刚刚赶来的宾客不明所以 议论纷纷 那不是九命香柳吗 他竟复活了 不是说让过来救涂山公子 我看涂山公子已经被救出来了 大家在看什么 这似乎是射魂镇啊 镇中可是还有人 据说西陵九瑶在镇中 那香柳怎么往射魂镇走 据我所知 这个阵法可是能毁神灭身的 我听说防风贝就是九命香柳 他是要去救西陵九瑶 皇帝 郡帝都束手无策 他能有什么办法 莫不是要殉情 九命香柳殉情 别开玩笑了 也不无可能啊 毕竟刚刚复活了一个 便又要允令一个 这谁承受得住 香柳一步步坚定 却又颤抖地踏入法阵之中 看到了法阵中央 那个被法阵吸食的双目空洞 毫无血色的人 顿时 万剑传星般的痛感 如山腹海涅般袭来 种种回忆 也如滔天海浪般袭来 所有的一切 他都想起来了 想起来这个让他知道了 何谓情爱的女子 想起来这个让他爱而不得的女子 想起来这个让他愿意用生命守护的女子 三百年前 他害怕她入梦 他亦有自己注定的结局 于是他万般盘算筹谋 将她推开 只求他所求皆如愿 一切实现 他才放心地奔赴自己的结局 可他竟花了两百余年的时间 生生将她救了回来 是他小瞧了她 小瞧了她的聪慧 小瞧了她的勇敢 小瞧了她的执着 更是小瞧了她对自己的情意 可那又如何 知晓了这一切 又如何 一口鲜血 自口中一出 他嘶吼了一声 小妖 香柳冲上前去 以身挡住法阵 吸食精血神石的血柱 紧紧抱着毫无声息的小妖 清冷的双眸 蒙上了如雾一般的悲伤 他轻轻抚着小妖的脸颊 说 宁运待你我二人 真是无情 说完 怒吼了一声 献出真身 撕破法阵 然后紧紧包裹住了整个法阵 他以全身之力 与法阵搏杀 以一身骨血 迫使法阵交还吞噬的身时 小妖 若这一次 世间再无我 你不要再做傻事试图救我 也不要像那没用的屠山狐狸 自枪殉情 即使是自己一个人 你也要好好活下去 去看清风明月 去看瑰丽深海 去看烟火人间 很多年后 那些一起参加盘桃宴 又一起赶往 号铃龙骨欲救人的众神 想起那天的场景 无意不是满脸悲悯 神色悲戚 说书人也道 问世间情未合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那一日 西陵九窑 围救围情自枪的屠山井 被困与射魂阵之中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时 一只身形巨大的九头蛇腰自法阵中破开 而后以身所阵 紧紧地将法阵包裹住 吸纳了法阵所有的暴虐与阴邪 那场灵肉与法阵的厮杀搏斗 持续了九天九夜 那九天里 昏天暗地 翻江倒海 地动山摇 皇帝 郡帝 黑帝三帝联合在法阵上空节下结界 才得以保天下苍生无余 到最后 法阵终于湮灭 九头蛇腰身上已无一处完好的皮肤 无一块完好的血肉 目之所及 焦黑一片 那一天 四海八荒路河的英雄 无一人不动容 无一人不悲叹 纵是有心报仇的赤水线 心中也是欺然 不知是谁第一个开始 坐下来 开始输送灵力 有人效仿 有人犹疑 毕竟以神力救妖 前所未有 人群中 有人大声喊道 何为神 何为妖 怜悯众生是为神 见死不救是为妖 在座诸神扪心自问 有几位能做到他之三分 久命向柳此举 我佩服无极 我入收 今日必将全力相救 诸位若是不参与救治 不如早些顿走 莫叫我看了心烦 后来 越来越多的神族 开始安静坐下 为那一片死寂的 九头蛇腰输送灵力 皇帝 郡帝 黑帝三帝 此时也撤去结界 开始毫无保留地 往下输送灵力 即使没有人知道 还有没有用 还来不来得及 唯一没有参与救人的 便是赤水一族 赶来救人的弊君 列阳说 赤水诸君 你们赤水族多修的是水令 与他大有弊异 且现在救的不是他义人 还有西陵九瑶 不若暂且放下过往恩怨 先救人 再算账 赤水族长对枪炫抱拳说 陛下 九命向柳与我赤水族 有不共戴天之仇 虽前尘救院 早已长清 但要我族人救他 我们还未有那般大度 说完 就号召赤水众人离开 枪穴目中无光 声音冰冷 道 无妨 名字变 坐在人群中的鬼方族长 却是大笑 他道 赤水海天 你好糊涂 赤水海天回头 不明所以地看向鬼方族长 鬼方族长笑着说 西陵九瑶 仅凭一枚腰丹 便将香柳复活了 是与不适 赤水海天冷哼一声道 那又如何 鬼方族长接着说 我听说 赤水风龙的神石 被你们赤水一族 封存在了某处 我若是你 此刻必当举全族之力 救下他们二人 然后 虚心求教这附生之法 赤水海天文言 震惊万分 眼里布满了不可置信 几乎毫不迟疑地 铿锵下令 赤水族听令 立刻调集全族水令高手至此 救人 小妖在彻底失去意识之前 心里是无尽的遗憾 她遗憾的是 还未以最炙热的方式 告诉向柳她的心意 她遗憾的是 她都未曾听向柳说一声 小妖 我心愿你 她遗憾的是 飞鸟和鱼即将摆脱命运的桎故时 却再一次被命运捉弄 意识极其模糊的时候 她似乎看到了香柳的身影 她满身风雪 自漫天血光中走来 她总是这样 一次又一次的 如天神般 在她命悬一线时 来到她的身边 再看到她的那一刻 她再也支撑不住 带着满腔的遗憾 彻底地失了声息